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大家還記得香港美城月餅嗎? 這個名文中外 不過香港人未見過的香港製造月餅 就出事了 三隻羊公司被大陸政府調查後罰錢 罰多少呢 將近七千萬人民幣 沒收非法所得 和罰款 總共是六千八百九十四萬 大家又記不記得 除了三隻羊之外 還有一個在香港很有名的人 為香港美城月餅加持的 就是無線電視的總經理曾志偉 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上身呢 待會回來詳細再說 各位 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 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六十個國家 總共有五千四百個Service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裏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 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詞是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大家還記得這個三隻羊公司 在中秋節之前 在網上做直播大貨 銷售香港美成月餅 美成月餅在香港生產和銷售 香港的名牌月餅 三隻羊公司在合肥市 合肥市成立了聯合調查組 調查他們在直播大貨所出現的問題 調查的結論是甚麼呢 受廣州市美成食品有限公司委託 三隻羊公司 在直播中推介 香港美成月餅時 說香港美成是一間專門做高端月餅的大品牌 做了20年 美成的香港的高端的月餅 等賣點已構成虛假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行為 說到這裏 三隻羊公司推銷 香港美成月餅不是第一年 據報導說起碼兩年到三年 以往每一年都賣了 可能過十萬盒 甚至更多 銷售額到上億人民幣 為何以前都是相安無事 任由他推銷 今年會特別調查他 以前也沒有甚麼人注意 今年可能找了明星級 無線電視總經理曾志偉 於是網民找起底 發覺 原來這間 香港美成月餅 第一 那間公司是在廣州的 第二 生產線亦在中國裏面 第三 在香港 正正經營的經營 銷售部門 市場推廣部門等等 都是沒有的 掛單在一間秘書公司上 那我就覺得 做得太過了 你說香港的很多品牌 生產線在哪裏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 串金赤土 以往還可以在某些地方 工廠大廈 做了生產線 現在 工廠大廈也很貴 逐漸地把生產線搬到中國大陸 這就是 鐵一般的事實 也不是秘密 公開 不過 人家那間公司一早在香港 在香港註冊 在香港經營 營運部門 在香港做 有很多 原材料等等 生產過程 生產內容等等 真是香港 人上去負責 你可以爭辯 香港製造 還是中國製造 但是這間美城 由頭到尾 都是 不是在香港 的公司 生產都不是在香港 當被人挑戰的時候 他就說 他是 香港人的基因 哪一塊是香港人的基因 又或者是曾志偉 曾志偉是香港人的基因 可能唯一一個 於是 沒有證據確鑿 沒得說 調查的 結果就是 說他什麼呢 構成虛假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行為 亦有調查其他事 調查組說依據行政處罰法 反不正當競爭法 等等規定 對三隻洋公司 沒收違法所得 和罰款 六千八百九十 四萬 人民幣 被暫停經營 限期整改 要立案調查 相關人員 過程中 失職的單位 都要繼續查 他們發表一個聲明 說近期有關在我公司 在直播中虛假宣傳 誤導消費者的問題 引起社會的關注 我們對此誠懇自協 我們全面接受 聯合調查組的調查 處理意見和處罰結果 並願意承擔相關的責任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法 網絡主播行為規範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全面開展 內部整頓依法經營 設施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向港大消費者 粉絲 公眾媒體 致以誠懇的協議 合肥三隻羊 三子羊 三隻羊 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6日 我的疑問就是 今年突然要 敲鑼打鼓要查 以往 過去幾年都有 為何甚麼事都沒有 不查 這是第一 因為今年衰高調 第二 這間是廣州美城 他是 替廣州美城做推廣 直播帶貨那些 他不是自己生產的 他只是 賣廣告做推廣 不過賣廣告 不只是賣 只是在直播過程中 中國大陸有很多 這些平台 直播平台 抖音 那些 就馬上可以下單 按個按鈕 就賣 給地址送過來 這個 廣州市美城 食品過去 都是委託這三隻羊 去賣 一直都說是香港的美城 為甚麼廣州市美城食品 又沒事 當時又說甚麼 香港的DNA 香港人的基因 為甚麼 一直都是相安無事 第二個疑問 過往有賣 為甚麼過往沒事 過去幾年沒事 這間 廣州市的美城 又可以甚麼事都沒有 他不知道嗎 三隻羊公司 用香港美城 用來做招來嗎 他不知道嗎 應該知道 為甚麼 不阻止 是假的 不阻止 原因是否 香港做招來 多人買 總之 賣到就行了 我不管你 有虛假 還是真實 第三件事 究竟 無線電視總經理曾志偉 跟三隻羊 的關係是甚麼 是否在三隻羊有股份 為甚麼事都沒有 香港小姐 這個競選決賽後 記者問他 聽到月餅 就已經走過不了 作為無線電視的 那麼重要的成員 為了無線電視的形象 如果有的話 這些虛假的宣傳 他有參與 落力推銷 是不是都應該 向公眾交代一下 未有這個調查結果之前 你可以說 沒事 沒有說我們不對 現在有這個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很清楚 就是 虛假的宣傳 虛假引人誤導的商業宣傳行為 曾總經理 都有參與了這個虛假的宣傳 和誤導的商業行為 有參與 現在就說 紀檢監察部門 將立案調查 在工作過程中 失職的單位和相關人員 是不是都要繼續調查下去 還是 曾總經理 在大台 無線 大股東是大陸人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所以 成為了 法外之地 是不需要被調查的 還是怎樣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沿著在這裏 在頭殼頂 我相信 曾總經理不出來 他每次出來 我希望有些餘記 或者香港港文記者 或其他記者都要問這個問題 究竟他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 現在你香港 我不知道 郭偉健大法官就教香港記者怎麼做記者 教香港作家怎麼做國家 教香港記者怎麼採訪 教作家怎麼寫文章 他包庇 所以香港記者 這件案 審完之後判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 香港 無新聞可做 敏感的新聞 政治的新聞 或者一些比較有爭議的社會政策新聞 你都要很小心去寫 即使熊貓新聞都要寫得很小心 你可不可以寫 例如說 在外國 撐不住了 養一隻熊貓太貴了 提早給你了 幾百萬一年 香港又怎樣 你敢不敢寫這些文章 我也很懷疑 但是 你也要報道的 香港人也要看新聞的 最好 香港美城月餅這件醜聞 曾總經理牽涉到裡面 我猜 寫這些新聞做這些新聞 不會觸犯宇宙大發 不過有時候很難說 因為無線是 建制 曾總經理是無線的重要一員 你挑剔他 挑戰他 繼續去查他 可能一分鐘就問 什麼事 你是不是想引起這個憎恨 可能會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 到現在沒什麼所謂 可以繼續 暫時來說 風險 不是沒有 不過是極低 我覺得香港記者 這宗新聞 應該 做大他 應該問清楚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當合肥 做這個調查 聯合調查組 做了調查結論之後 你看看 罰6800多萬 將近7000萬人民幣 買一次月餅 可以有這麼大的銷售額 真的很厲害 究竟曾總經理 獲利多少 沒事的 一間 私人公司 我們以前做無線的時候 秘魯 他真的要很低調 有秘魯的 我看到有人有秘魯的 但很低調 不容許你 你賣了身給他 你做什麼角色 做什麼職位 今天 這些秘魯就變成明魯 很高調 不知道大家有 大家有協議 沒得說 別人是私人公司 但無論如何合肥做這個結論之後 曾總經理是否也要出來 見一見記者去解釋一下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牽涉得很深 你可以置身事外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叫我 給我一個勇 那我問什麼 沒有問題 這樣也行 你也有個交代 我覺得這件商品 香港的漢家 是要跟進下去的 要塗水落石出的 而且 沒有什麼風險 我自己的評估 這次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者的我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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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